好,下面我们看一下单元教学的设计内容,也就是我刚才讲的,那么我们要拿出这个具体的教材来讲的,我们先要看一个背景性,然后呢,作为一个教学目标,那么刚才我们找到了黄老师在整个教材的这个设计上,它是分成了四方面,然后我们单做一个单元教学,单课教学,是从这几项来看,那么以前是没有提倡情感目标的, 好,那现在这个,这个大家,不管是国内还是这边,都会提起来说,在教学当中呢,要让学生们产生一个共情,这样的,然后就是让一个学生们更好的去愿意去这个接受这种理想,接受这种理想,然后接下来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,当我们谈到教学内容呢, 其实一般就是几个,啊,数语上就是讲的,原要素,原要素呢,那么就是, 这个语音词会,原要理法,这种看字,和它相应的,然后再接下来呢,我们可以做一些,就是我们作为这几讲,我们整个呢,每一个单元都会设置到一种内容,大家也可以针对这个,啊,设计方面的这个分类,然后来,来, 考察一下,看看,看看,看看邵老师做的这个,单元教学设计,是不是能掌握到了这些标呢,那么,啊,打一些,你觉得你可以比我做的更好,可以在这个实际上, 刚才说了,我们是集思广义,好,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教学对象分析,那么我们刚才,因为,因为我们的主要内容是这个,啊, 每一课的具体的教学设计,所以呢,这些内容呢,我只能跟大家说,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,而不能说具体的这个,来, 那么我们就讲到说,你做一个,达到一个汉语课程, 像你所教授的这个班级学生的年龄,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,教小孩子汉语,和教成人汉语,是不一样的,blah,blah,blah, 那么同样,你教这个小学生,跟初高中生, 并他的这个,啊,学习的特点,也是不一样的, 那么还有汉语水平,学生的汉语水平,是一样的,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,因为可能,比如说志愿者到港的时候,啊, 很少有机会说,先去预热,先去看一下老师的课, 基本上是,这个一个罗会,一个坑,到了,然后你就得去上, 所以呢,大家就是,咚咚咚咚咚的,拿着笔就进去了, 然后就发现,说,这学生的水平不是这样啊, 或者说,啊,老师让我拿第二册,但是发现学生, 呃,拼音不会呢,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可爱的, 就是我们的老师都会说,啊,好多,好多,好多新手老师都会拼, 老师学生不会拼音的,拼音拼的不对的, 这个都是,就是每一,每一年我们都接待这个, 国内的新手教室的时候,大家,大家其实是一个很重心的问题, 但是呢,这个,啊,所以呢,就是,呃,我们等一下再讲, 但是,啊,在这里呢,就是说,你要去考虑学生的, 考虑学生的,考虑学生的,考虑学生的, 考虑学生的,考虑学生的, 考虑学生的,考虑学生的, 考虑学生的,再去进行以下一步, 考虑学生的,在下面就是,学习动机,学习需求, 学习风格,以及文化背景, 作为泰国学生,你说都是泰国学生, 说文化背景也是,可以分析,可以考虑的, 哎,大家要知道,在泰国呢,其实也是一个,啊, 啊,国际的,这个,一个国际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, 所以呢,这里面的这些,还是各个国义啊, 包括这个,伊斯兰教啊,还有这个,啊, 大家知道,佛教,基督教,在泰国, 那么,我们的学生呢,真的是说,在班里的时候, 或者甚至于,在伊斯兰教的时候, 那么,啊,在我们拿到教堂的时候, 我们的真不能,比如说学生的这个文化背景是什么, 而不能说赵本轩的文化, 之前呢,我做过一篇录文,就是讲到说, 这个,其实每一个教师啊,他的这个,啊, 成为一个合格教师的一个发展阶段, 成为一个合格教师啊,是有三个发展阶段, 那么,在一到三年的时候,就是你工作第一到第三年, 所以你们还是需要关注,啊,我今天要讲什么, 然后呢,这个进到教室以后呢, 你关注的只是说,我今天的课堂内容能不能完成啊, 我能不能这个,把这一课讲完啊,顺利的讲完啊, 如果这时候发生一些课堂上的意外的话, 很可能你就是会被这个假断, 然后你就开始教你说,哎呀,这一课我去讲一课, 然后后边怎么办呢,然后这个第二课,第三课到学期末, 我就结析不了,然后这个卷子呢, 又是,又是泰国老师和中国老师的第一次题, 那,老师出的题我不会,我的学生不会做怎么办, 是会有,会有这样的一些,这个,啊,问题在这个第一年和到这个第三年的新手教师, 所以如果你的学校有一个,就是,比较有经验的指导教师, 那真的是你,可以告诉你, 你看着我,可以告诉你,你别什么,你注意什么,该小心什么, 那么只有到三年以后,才能称之为稍微有一些经验的教师, 那么这个时候,因为你对学生啊,对你这个学校的学生啊, 以及这个泰国学生啊,或者是其他国家都一样, 他的这个学习规律和学习特点呢,已经有所认识了, 那么这个时候呢,你可能就是说不在于,不在这个惶恐, 比如说你某一课没,没教完,然后今天又被家长投诉了呀, 或者今天这个学生又上课大家,然后,然后, 所以,啊,我们今天做这种教育,就是像分析呢, 就是在这个,啊,进来学校之后,你呢,如果说能够这些东西, 通过我们的调查论券啊,访谈啊,以及一些网上的资料的查找医生啊, 都了解说,你要教的学生,啊,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, 你的年龄呢,就是几个方面,进行一个归类, 那可能呢,对你拿到这个教材,进行一个如何的处理, 就有一个比较啊,清楚的认识, 那么,我们的这个背景分析,除了教学对象呢, 还要分析教学情境,那么教学情境就几点了,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课题,我就读了, 那我们看到下面的图片呢,就是说, 泰国的这个学校啊,啊,分布不太均匀, 那么条件比较差的呢,像一些泰国东北部啊, 也就是北部,靠近边境的一些地方, 那我去过的最远的学校里面, 只有三个里面,真的是穷的, 他们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,才可以吃到肉, 当然这个大概也是五年以前的学校, 就是真的会有群成这样的学校, 但是那个地方就依然在开口上的就要看一看, 啊,还有的学校呢, 那就是说类似的一些这个私立学校, 还有啊,政府支持比较好的, 那基教委其实有很多调整比较好的学校, 他们就会有这种投语啊, 这个电脑啊,等等, 所以呢,这个,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呢,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是一腔热情的, 然后呢,这个就来泰国做老师, 或者说你已经在泰国上, 啊,等等吧, 然后这个时候呢, 你以为你说你得到的信息都是这样, 然后你最近西区的准备了好多的这个评件, 然后等于一经教室发现, 哎,没有这些东西啊, 因为我们国内现在的确我们的方式比较发展, 哦,那个,啊,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去中学实习的, 都已经不太会去过教剧了吧, 但是包括我们珠拉教育学院的学生, 还有一项比赛叫做教剧比赛, 所以就是一颗红心, 三种准备, 那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解到你的这个, 要去的学校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, 条件, 那么还有包括说这个学校啊, 对汉语课的这个重视程度, 因为一个学校或者说这一个地区, 对这个学校的这个汉语教育的重视程度的不同, 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汉语课的设计, 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在泰国呢, 大部分的导游啊, 都来自于泰国的北部, 就是清迈清迈那边, 那现在南部也可以一些, 为什么呢, 因为, 不是, 不是为什么, 那边呢, 就是说汉语的教学发展的比较好, 所以呢, 就是汉语课的课程, 课时的设置, 以及这个相应的教学配备都比较完整, 比较适合的这个荣誉长, 那么像泰国的东北部的情况可能可能差一点, 那即使是在曼谷, 大家可以去思考, 你是在唐人街的这个学校, 和在这个, 某一个工业区, 或者说是某一个郊区一个, 寺庙办的一个学校, 他们的这个设施, 教学设施, 以及这个学校对汉课的这个重视程度, 并是不一样的, 所以呢, 这也会影响到你在做教学设计的时候, 你对学生的教学的这个, 希望完成这个地学期一天, 或者今后的教学, 我要达到的情况, 也是会有一个, 很好价值的, 如果是这种, 首先, 不太好的学校, 然后这个汉语课, 可能作为一个花亭课, 也就是说, 因为大家都知道, 中国经济发达了, 然后他讲, 希望会有机会, 能够学一个汉语, 但是呢, 那个地方呢, 就是你学完了也不要去哪用, 是游客比较少的, 或者说, 那个周围的环境呢, 基本上都是泰国很盆土的环境, 然后像这样的学校对汉语的课呢, 就是什么呢, 说, 我们有, 但是呢, 每个班, 或者说, 这个我们只从这个小学五年级, 我们才开始开设这个汉语课, 然后一个星期呢, 只上一节课, 你和这个其他的条件比较好的学校, 重视汉语的, 一天上五节课, 而不是, 一星期上五节课的学校, 但他的教学是哪个, 肯定是不一样的, 所以呢, 在有做这个教学, 教学设计的时候, 对他有所这个, 我有所这个侧重, 好,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, 就是一些理论的铺垫之后,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单元的情况, 那么第一单元呢, 在这个单元题目上, 我们已经看到, 他的这个, 主要的教学内容呢, 就是语音, 那么, 从题目上, 我们可以看到说, 你好, 再见, 谢谢, 老师好, 都是, 我们常用的一些交际用, 那再接下来呢, 就是说, 第五课的, 我希望, 深刻的老师已经, 大概的翻阅过这个, 美语出版社给大家提供的这个, 林宁汉有个第一课吧, 如果说你翻阅, 简单翻阅过, 我相信, 他每一课呢, 都会有一个中泰文化的, 中泰文化知识的讲解, 就是介绍的是中国文化, 但是不跟泰国文化, 不有一些比较, 嗯, 有点杂音, 然后接下来呢, 我们看一下这个, 教学内容, 那么这个呢, 大家可以看到, 教材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老师, 嗯, 好像我的这里会有杂音, 现在还有吗, 邵老师啊, 嗯, 现在, 现在我在说话当然没有, 就是刚才听到, 没关系啊, 那就可能是我们在做后台一些调试, 因为就是, 还有一部分老师, 他们说那声音比较小, 有时候时段时序, 所以不好意思啊, 我们在做一个后台的调试,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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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, 这边那个邵老师也麻烦您看, 能不能再开大一点音量, 然后这边我们也在后台调试一下, 我的音量已经调到了, 刚才是60, 现在调到70了, 好的, 好的, 谢谢邵老师, 不是你们听得清楚吗, 有, 还是, 有部分老师, 我们听得清楚, 但有部分老师还是有问题, 所以我们正在, 应该是, 不是, 那应该是网络的问题, 泰国的网络不太稳定, 对, 好的, 我们再想办法, 那个不打扰您讲座, 不好意思, 好的, 好的, 好, 那我们继续啊, 好, 各位老师我们继续, 那下面呢, 我们会看到说, 在这个教材的每一单元前边啊, 他都会把这个教学内容非常清楚, 列在这, 列在这的一个, 其实是方便了我们老师, 你可以一目了然, 不用你去教我, 说这一堂课我要教什么, 然后这个, 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分布是怎样的, 所以说, 这个有质量的编写团队啊, 还是可以就是说, 有一定的教育经验能够想我们想, 好, 那么下面呢, 就是刚才我说的, 大概呢, 要去边听边思考, 所以呢, 按照刚才我讲的内容呢, 所以当你看到最新教学内容, 第一单元教学内容的时候, 从哪些方面入手呢, 你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个记录, 那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, 然后, 那么你在设计这个课的时候, 你还会有一些困惑, 困惑是什么呢, 然后我们思考的目的呢, 也是说等一下在课后呢, 大家可以用你常才, 啊, 困惑的问题呢, 就提出问题, 或者说, 啊, 对一些已经不知道的问题呢, 就是对一个更深入的了解, 等吧, 反正都没有, 没有什么坏处, 那你要, 你可以直接可以直接互认, 好, 那么我们看一下, 这个第一单元, 我们首先来做一下教学背景的一期,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教学内容, 在这个黄老师讲的背景上, 我们设置的为初一的学生, 那所以呢, 而且呢, 从教材的内容上, 我们也可以看到, 他是给这个零基础的学生去设置的, 语音从最简单的银行开始, 然后计划是五课时每周, 呃, 在一些学校呢, 应该说我看到的学校里面呢, 大部分学校是在初中是把这个汉语课, 作为一个选修课的,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, 一周可能就会, 我下去看学校的时候, 所以这个适必就会对我们老师的, 这个教学造成一些困扰, 因为大家都想想初一的学生, 他要学的课程比较多, 然后你这又是一门外语的课, 不是他从小这个, 这个像学英语一样, 啊, 慢慢的就是生活都会常用常见的, 对吧, 然后他很可能就是说, 我之前见过这个, 应该说是在我这个教学的早期, 我见过一个这个商业高中的学生, 学完一个学期, 他就记住了一句话, 就是上课跟我你好, 下课还是你好, 所以大家知道泰语的小把笔, 他可以说用于见面打招呼, 同时用于这个, 给你告别的时候, 都是读一个问话, 所以呢, 他就记住了, 发音比较容易的你好, 所以呢, 他说话就开始说任何的, 还有一个呢, 就是说, 很多, 大家可以去以后去注意一下, 很多泰国人学过泰语的, 学过汉语的学生, 然后在这个公众场合, 说话发言的时候, 他都是会说, 啊, 你好, 就是不管下面面对的是几个人, 他都是你好, 这也是因为在教学的时候, 直接把这个方案一看, 用来做这个翻译了, 是很好的意思, 对吗, 所以他就不会想象说, 多人要加一个, 数数词你很好, 对, 所以, 呃, 但是在一些私立学校呢, 这个, 呃, 初中的课呢, 他还会说一个必修课, 所以这就决定了, 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, 你给这些学生, 你要设计什么样的, 参与课程的特别要, 你要设计的高, 我必, 那按照我们的教材的设计呢, 是应该说是中等变高, 因为我们课史上可以看出来, 我们不会说第一个星期, 我教了你, 下个星期, 比如说教了阿欧, 然后下个星期, 基本上就全还给老师了, 这种现象是非常对着常变的, 所以呢, 像是, 如果是做这种选修课的话, 你可能都要改变一下, 你的这种, 然后教学内容呢, 我们看一下, 拼音, 那么同样的拼音是一种知识, 但是呢, 我们不会去, 我们不应该去给学生讲这个程度, 所以作为初一的学生, 他也不是学, 跟我们一样是学过一个很实际的, 就是无法教学培训啊, 或者学习过的, 所以你给他讲什么, 这样的生物, 鼓鼓鼓声调, 这样的知识呢, 所以他来说呢, 是左耳朵近, 左耳朵近, 所以呢, 你知识是你手里有的东西, 但是呢, 你给学生教学的时候呢, 你刚把它调化为一种技能, 就是说, 能让学生呢, 把这些知识通过技能展现出来, 听说多些, 然后这个日常用语, 这样是, 那么我们在日常用语里面, 这个也是主要通过技能, 不会这个问候嘛, 是你掌握了这个, 包括刚才老师举的例子, 跟老师说话的时候是, 老师你去哪儿, 还是老师你去哪儿, 这样子, 这个就是高级的, 然后接下来呢, 就是我们看到会在这第一单元里面, 集中的学习, 看你的生命调, 以及那批音归准, 然后还有一些文化典类, 我们在这里, 感谢观看